一場 俄羅斯 俄羅斯的選手 真的是服裝換得好平凡喔 沒錯 而且每一件都非常漂亮 對啊 真的好像走進了克里姆林宮一樣 腳拋 地面接 是一個柔韌動作 0.5的旋轉 跳拋 地面接 這是藝術的加分 那個不用手的操作 也是藝術可以加分的 一個後軟翻 接 垂直柔韌慢轉 一拳 0.7 可以看到俄羅斯選手 他們做動作特別優雅 整個胸啊 頭啊 下巴 難免會想到他們的文化 對 在芭蕾舞蹈 這些音樂 這些舞蹈對他們 從小到大的這些熏陶 難免會覺得說 這些動作在他們身上 所呈現出來的時候 就是特別的門 沒錯 尤其是他們的這個 代表性的選手 卡巴耶巴實在是 他身高170公分耶 你看他體重只有43公斤 對 所以他體型真的非常的修長 對啊 所以台灣的選手 可能要再加油 所以你要好好的檢查 他們的聯絡步 這是沒有辦法的 他們自己私底下偷偷吃東西 實在沒有辦法控制 不過也難免啦 因為他們國中生高中生 都是在發育期 小朋友一定會想要吃一些零食 那你是說俄羅斯的女選手 沒有經過發育期囉 沒有 我相信他們也是有在偷吃 只是說他們可能 自我克制要求的更嚴格一點 對 然後運動的量 可能又比台灣又更多 因為畢竟他們是很專業的在訓練 好 那麼我的建議就是 下一次他們的暖身時間 從1.5小時增加為2.5小時 我的選手 讓他們把這個偷吃的Energy 都把它消耗掉 好 我下次試試看 看有沒有瘦一點 因為每天選手練習前 都要磅體重 然後練完後再磅體重 對 有些汗出了比較多的選手 今天訓練完他可能瘦1.5公斤 有的才瘦0.5 就落差很大 對 看不出來有太多的瑕疵吧 對於這一位俄羅斯的 我覺得他這套環做的 比他的那個繩子好多 因為繩子畢竟他是軟的 然後繩子來的力量 全部是你給繩子的 那他可能甚至操作的那個繩型 不是很好 是施施扣的種 16.650 被扣了0.05分 他的完成分是8.7 藝術分是8